本黨蔡英文主席 親自來發表聲明 請主席 各位媒體朋友 今天我們請到前國安會副議書的陳忠信先生 來報告國家安全主席的民導力挑戰 尤其針對近來當前先生所引發的事件 你們也覺得應該對這個事件有一個更深入的理解 尤其是關於國家安全體系的運作 國家安全體系是構成國家安全戰略中最重要的一環 也是我們確保國家安全的評鑑 這個體系是國家的公器 也是全民共同的資產 它不屬於一個人或一個黨 也不容許因為一人一黨的厲害 而問亂了這個體系的健全運轉 近日來爆發的張顯耀這個案子 事態是很嚴重 它也引發了社會的震驚 它的影響將會是非常深遠 對於具體的案情 我們尊重司法機關的依法查處 但就整個國家安全而言 我們也要再次正宗做以下的聲明 第一 總統是國家的元首 也是憲法上國家安全體系的最高負責人 在本案中 他是決策者 也是關係人 但是到現在為止 對全民既無任何交代 也無歉意的表示 更任令下屬自行歧視 甚至操弄私聽 混亂政局 導致政府的威信蕩然無存 也使得兩岸與對外關係 因此受到衝擊與傷害 總統個人難辭其咎 第二 國家安全的大政規劃 對外關係的籌謀因應 兩岸關係的周旋測定 無一不是國家安全體系重大的職責 無一不是台灣安全發展的關鍵所係 本案嚴重暴露當前國安體系決策混亂 指揮機制的失靈 也預約憲政分跡 臺灣人民絕不應該欣乎 更不應該重容 兩岸關係極其複雜敏感 涉及臺灣人民的生存和發展 也涉及臺海和平與穩定 更牽涉到區域安全和平 然而執政當局的兩岸決策和協商模式 對內既無法整合團隊的意志 對外也無法取信於人民 長此以往 將會造成兩岸關係穩定發展的根本威脅 對於張協耀這個案子 我要鄭重地呼籲司法單位深入調查 讓案情水落石出 我們也要呼籲全民高度警惕 督促政府立即改善國安和兩岸決策機制 更要呼籲馬總統向臺灣人民鄭重道歉 國安體系也必須要有人為此事件負起政治責任 謝謝